凌晨4点 夜色还没退去 空降兵牟女散兵就从多个军用机场装载重型装备协装登机 天色逐渐泛白 满载散兵和重型装备的战鹰准备就绪 即将奔赴2000多公里外的陌生地域 开始跨区机动空降对抗演练 参与这次行动的官兵有数千人之多 为了做到快速集结 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 这个旅打破以往按整舰值划分编排空头架次的方式 改成按作战要素模块化编排 通过不同架次将同一作战任务的人员投放到相近区域 一架飞机上混合搭载了工兵 防化 防空步兵等 多点登机 多地域 多时段空降 数千名战斗员投送 协同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 但官兵们看重的是更高的实践价值 即将抵达空头任务区 官兵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战营飞底预定空头地狱后 数吨中的大型装备沿轨道快速华丽舱门 与此同时 伞兵相继跃出机舱 天空中顿时绽放出朵朵散花 着陆后 伞兵们迅速搜集物资并向预定目标集结 按作战要素模块化的编排方式 让整个过程比以往缩短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此次演练 一具真实战场设计作战背景 比我态势复杂 制空权掌控存在不确定性 运输级的战斗时间窗口极其珍贵 所以在演练中 我们采取编队重装连头 编队空降的模式参与作战 利用有限的窗口期 官兵们高效完成了人员和装备的投送任务 等待他们的是随之而来的地面攻坚战 在指挥员的组织下 部队向敌阵地发起冲击 运用爆破筒开辟通路 火力分队对敌实施火力打击 摧毁机场内部防御攻势 装备抢修队对故障车辆和武器装备实施紧急抢修 各个要素各司其职并密切配合 一举攻克敌指挥所后迅速撤离安全返回营区 此次空降对抗演练 我们采取先遣侦察引导 直达精准突肩 联合控要不施 侧应纵身突击的战法 让部队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得到锤炼 部队远程快速直达 大规模空降突袭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